上历史课真的好无聊 突然老师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这间教室一百年前是做什么的吗 同学们没有人回答 男孩却举起了手 听到这里 同学们都惊恐地看向他 老师也纳闷 谁告诉你的 男孩甚至描述出死刑的细节 老师立马打断他 说这里明明是法院 还斥责男孩不要吓唬同学 男孩一气之下 竟说出了老师的秘密 老师慌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此时男孩大喊 果真老师结巴了起来 他受不了了 其实男孩说的没错 这里以前的确是个刑场 男孩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他亲眼见到过那些被吊死的人 他从小就能看到一些正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阿飘总喜欢来接近他 老师的秘密就是阿飘告诉他的 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这种能力 是在一个半夜 这晚他起来上厕所 背后突然有个人经过 他感觉一阵寒意 一路跟到厨房 他以为是母亲 妈妈 那人转过头 却是一个脸上带伤的女人 说着还露出受伤的手臂 男孩吓坏了 赶紧躲起来 还有一次 一个陌生男孩在走廊经过 喊他一起去玩游戏 男孩转头离开 只见他半个后脑勺已经没了 男孩知道那人是个死人 他吓得跑去抱住妈妈 这些人有的死相很惨 但总喜欢去找男孩 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 男孩很害怕 但这种能力却无法跟任何人讲 他性格越来越孤僻 也被同学们孤立 为了躲避阿飘 他在房间里搭了个帐篷 里面摆满了各种神像来保护自己 可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无法躲避阿飘 这天男孩参加同学的生日会 他被一个飞上楼的红色气球吸引了过去 他看到楼顶有个小房间 躺开的门里面突然有人说话 他知道里面有个凶恶的亡灵 他害怕的想要离开 正在这时 两个同学却走上来 跟他开玩笑 把他关进了小黑屋 男孩拼命喊叫 妈妈听到了不对劲 闻声赶来 儿子正在里面狂喊救命 但没有上锁的门就是打不开 过了一会儿 里面没了动静 妈妈轻轻一拧 门却开了 此时的男孩已经晕倒 不久 一个神秘的心理医生 渐渐接近男孩 他想解救他 这个心理学教授 正要和妻子就亲 一个赤裸的男子 却突然闯入家中 教授问他想干嘛 男人情绪激动 他说自己是教授的病人 教授想了想 脱口而出 原来 他是自己十年前的病人 可他怎么变成了这样 教授劝他安静一点 可他却情绪失控 正当教授要上前安慰的时候 男人转身拿起手枪 然后开枪自杀 一年后 医生还在为病人的死而自责 无意间 他发现一个和之前病人 症状一模一样的男孩 同样是情绪失控 无法沟通 男孩还有更离奇的一点 他从小到大的照片上 总会有一道奇怪的光 医生想要帮助他 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弥补对之前病人的亏欠 医生跟着男孩来到教堂 慢慢靠近他 男孩却小心翼翼收起玩具 他见医生走到前面坐下 又把玩具摆了出来 医生注意到了他手上的伤痕 医生刚要开口 男孩却离开了 为了接近男孩 他来到男孩家里 男孩放学回家 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他故意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 妈妈一离开 男孩立马露出悲伤的神情 这一切都被医生看在眼里 为了帮助男孩 医生试着去解开他的心结 提到了他父母的离异 还提到了学校同学对他的鼓励 男孩却说 这些都不是他的痛点 他渐渐后退 和医生说 然后就离开了 但医生不想放弃 甚至亲自送男孩来上学 男孩说 同学们都觉得自己是个怪胎 医生却告诉他 男孩见医生为自己打抱不平 渐渐对他放下了戒心 这晚他向医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医生一脸惊讶地问 什么时候 医生表示并不相信 只是觉得他有心理疾病 后来医生来学校看男孩 只见男孩很害怕 好像在刻意回避什么 男孩示意就在后面 只见他身后一家三口 吊死在走廊 医生看去却什么也没有 医生无法理解男孩 决定把他转移给别的医生 男孩很失望 如果连他也不信任 又没人可以理解自己了 医生回到家 他还是不想放弃 就拿出之前患者的录音 突然他听到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把声音调到最大 果然听到了异常 那应该是阿飘的声音 原来男孩和之前的患者 有同样的能力 他们可以看见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知道怎么治疗男孩的病了 医生再次找到男孩 告诉他 阿飘之所以来找他 并不是来伤害他 是要来寻求帮助的 他让男孩试着去帮助他们 果然 这晚阿飘又来找他了 气温突然骤降 一个口吐白沫的女孩突然出现 这个阿飘邀请男孩 参加自己的葬礼 他跟医生来到葬礼现场 发现了女孩的死因很离奇 床下突然伸出一只手 男孩吓坏了 这个阿飘满脸怨气 他拿给男孩一个盒子 按照女孩的意愿 男孩将盒子交给女孩的父亲 打开一看 是一盒录像带 父亲播放着 本以为是女儿做游戏的录像 突然 一个女人端着饭走了进来 随后 又将什么东西夹在女孩的饭里 父亲明白了 女孩是被狠心的继母毒死的 阿飘的心愿了结了 他再也没有找过男孩 后来 男孩不再害怕阿飘 甚至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男孩在学校也不再变得骨皮 还在舞台上演起了主角 医生看到男孩重拾自信 发自内心的笑了 其实 自从医生开始治疗男孩 就忽略了妻子 和妻子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本来和妻子约好一起吃饭 他又迟到了 无论他怎么说 妻子丝毫不搭理他 最后连饭都没吃 当他回到家 发现妻子已经早早的睡去 他不知道怎么向妻子解释 后来 男孩告诉医生和妻子沟通的方法 一声激动地回到家中 看到熟睡的妻子 他慢慢坐下 妻子问道 妻子翻了个身 突然 一枚戒指掉落下来 滚到医生面前 是自己的戒指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又想起男孩说的话 他回想这几天 妻子对自己的反应 难道自己已经死了 医生不敢相信 他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腰 发现大量的血字 原来那次中枪以后 他就已经死了 他也终于明白 妻子还是爱他的 他发现妻子一遍遍看着他们的结婚录像 甚至自己去过结婚纪念日 他面对妻子 说出了心底的话 你永远一遍 永远 妻子渐渐微笑 他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最令我感动的是 就算丈夫已经离开 妻子还是带着对他的爱去生活 这是他未来生活下去的动力 对于男人而言 他始终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 是因为对妻子的爱支撑着他 人们总会在生活中经历困难和波折 但始终激励我们前行的 是那份永不衰退的爱和羁绊 我是大聪明 咱们下期再见